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学 中学 就在我身后的这个位置 今天呢 咱们就一块儿进去转一转 弯弯曲曲的泥土路 粪土柴草乱堆放 鸡狗粪便满街洒 人居环境脏乱差 这就是曲债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真实写照 看着如今排列整齐的别墅洋房 干净整洁的街道 真的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的场景 我们现在呢 是已经进到了这个曲债村子里边了 它里边这个大道啊 特别的宽阔 就好像走在村子里就好像走在外面的那个国道啊 大道上似的 整个村子呢 给人感觉就是很有规模 然后很方正 特别的整齐 街上呢 也很干净 曲债村在几十年前是路权有名的穷村 地势低洼 农业发展也有所限制 人们穷怕了 就开始谋求新的发展出路 抱团在一起 统一指挥 共同富裕 1976年建起了第一个集体企业 采石厂 1977年又建成了第一个筑钢厂 1979年建起了编织厂 这一时期的集体企业规模还很小 效益呢 也很低 到了80年代 集体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 1981年建起了曲债村第一个造纸厂 包装纸厂 后来呢 又相继建成了筑钢二厂 造纸二厂 机械厂 水磨石厂 化工厂 等9家集体企业 有了这些集体企业 人人有工作 听当地人说 所有的曲债村民 不论能力大小 都在各个企业担任管理岗位 村子里的这些别墅呢 都像是小区一样 我们现在走进的这个就是小区的大门 这也写着中大街南五区 在我们走进了这个小区大门之后呢 就都是独立的庭院了 每家每户都是这样的二层楼 然后有自己独立的院子 可以在院子里边种点花花草草呀 或者蔬菜什么的 特别的怡然自得 取债还建了村办医院 老年公寓 现在已经有很多70岁以上的老人 入住了老年公寓 每天不愁三餐 实现了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除了老人有依靠之外 整个村子里还非常重视小孩的教育 幼儿园 小学 中学 在村子里都有 有了好的教育 就有后续的人才 陆陆续续把村子建设的更好 而且在这里上学 除了不交学费 还有很多福利 当地人在选择学校的时候 宁可放弃县城的中学 也要在本村上学 我们走出眼前的这个门就走出了 我现在所在的这一个生活区 就又来到了这个村子里的大道上 在曲寨 有图书馆 有宾馆 有体育场 有公园 村子里的绿化程度非常高 道路呢 是一水的柏油路 从高空俯瞰 整个曲寨村 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赏心悦目 整齐画一的红色系房顶 搭配上种在大道上成阴的绿树 这就是最美丽的颜色搭配 所有的房顶 从某一个方向来看 好像是一个字母K 住在这里肯定是相当OK 曲寨村就好像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世外桃源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它和其他村子的区别 虽然只有一墙之隔 但是曲寨就是一水的别墅 其他村子就只是普通的平房 区别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除了整齐的房屋 干净的街道 我们往西看 就是著名的曲寨水泥厂 曲寨水泥厂一直也是曲寨最盈利的企业 规模宏大 水泥厂门口的大车经常排成长龙 有人说曲寨其实在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债务问题尤为突出 不过我觉得实业兴邦 这里的基础好 调整产业结构之后 一定可以长久发展 当我们走在村子里的时候 我就丝毫感觉不到这是在北方的农村里 特别像是富人集中生活的别墅区 这个村子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农村的想象 大家如果对这有兴趣 又或者是恰巧就在附近的话 就可以来这看一看 来看看这个与众不同的村子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 拜拜